来看新的医学科技 美国西雅图有一个工厂 每个月能够生产25万个航太零件 最特殊的是工厂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视听帐 但是他们获得全辈式的科技 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环境 所以有的人一做可以做四分之一个试剂 另外还有报道里面 有为帕金森市患者量身打造的自动走路机 是两个大学生发明的 美国的男性癌症死亡率第二高的社护腺癌 出现了新的机器手被疗法 它可以降低副作用 术后恢复的时间也快了很多 9月是全国社护腺癌关怀院 为的是呼吁大众关注这号隐形杀手 以美国来说 每8米男性就会有一人 在这一生当中被诊断出社护腺癌 但只要及早揪出来 还是有许多治疗选项 动手术就是其一 手术风险可能导致长期的并发症 影响到生活品质 不过这忧虑现在被一台全新的机器手臂逆转 这位秘尿外科医师表示 自己所在的克里弗兰医学中心 已经用着机器人系统 为一百多名患者开过刀 优点是能透过单一切口 直接进入到膀胱 不需再绕过腹部 影响到其他器官 不过医师也提醒 这种治疗法并非人人适用 又以程度在尚未扩散到中度侵犯的 社护腺癌患者效果最佳 而在维吉尼亚州 这两个好朋友还是大学生 已经共同发明了一台专门辅助走路的 自动步行机 因为他们共同的热情所在 就是关怀长者 尤其是帕金森是症的患者 如今这台耗时两年的发明 已经引进当地的医疗设施 供帕金森是症的患者试用 并得到不错的反馈 至于在西雅图这间非营利组织 打从1918年就在帮有需要的人 训练工作技能 如今从操作机器到手体零件 手脚迅速又俐落 难以看出这间工厂的员工 不少是视听障碍者 虽然这位59岁的龙芒机械师 罗密许需要透过口译员才能跟外界沟通 但这已经是他在这任职的第25个年头 因为工厂里的设备通通量量身打造 包括声音指引器 有放大进功能的电脑荧幕 以及基本的点字 不只罗密许在这工作的视障员工 是整个密西西比和以西最多 罗芒员工数则是全美之罪 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者表示 全美有70%的市长龙芒人士处在实业状态 但他们不只为飞机制造龙头波音 这样的长期客户服务 还供应办公用品甚至是美军在使用的工具 另外这位市长员工波特就在工厂的协助下 顺利完成围棋四年的训练 让他成为该地区第一位达到师傅等级的机械师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在科技进步和友好的环境下 未来的路却很明亮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